我们常说这个科技来自于人性 在科幻电影里面所运用的一些新科技 未来或许都会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那么看到电子纸A竟然会变 是72变 它怎么变 它的亮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看是三星 它开发出一款这个概念机 平板电脑可以像纸张 一样可以弯曲 那么台湾的业子则是研发出电子纸的科技 那么电子书呢不只能够阅读 它还能够写这个书法毛笔字 另外也有电子纸的手表 比一般的电子表呢据说还要省电 不用滑鼠 不用纸张 图图改改一笔搞定 现在呢电子书加入了书写工人 让上课变得非常方便 原本正拿来阅读的电子书 现在还能变成教学好帮手 因为老师出考题不用发考卷 全部运用电子书轻松完成 因为结合电子纸显示功能 还有网路连结 让老师和学生可以同步互动 电子纸呢做成的琴谱 这琴谱可以有什么作用 它可以根据演奏者 他所需要的时间 Tempo 以及特殊的一个音符呢 来做跳跃的动作 电子纸不只让教学更活泼 走出教室外头也能靠它 让生活更便利 享受滑雪刺激快感 不过这时候想要了解天气状态 或是掌握自己正确方位 其实很简单 电子纸运用得非常广泛 现在就连这个滑雪板也加入了 而且只要连接WiFi呢 它这边就提供最新的资讯 在右下角你可以看到呢 可以掌握最新的天气情况 不只滑雪板就连随身碟 也能透过电子纸显示功能 把容量显示在外头 不用插入电脑相当省时 而且几乎不好电 电子纸的好处除了环保还有省电 因为只要荧幕在静止状态 完全不吃电 一般的电子表呢 是24小时吃电 不过像我手上这一支电子纸 手表呢相当省电 因为像这样签换画面的时候 才会吃电 神奇的还有这个 拿着一块透明的板子 就能当作手机 也是平板电脑 这是客气大厂推出的概念机 这块全透明概念板 可以变身电子树视讯对话 还能透过扩增实景系统 让影像3D呈现 最惊人的是 还可以像报纸一样卷起来 但这个视频是不同的 OLED panel 从韩国的Samsung电脑 科技让生活越来越简便 未来想看电视 不需要滑鼠 遥控器 完全透过手指轻松点选 就连开会 也不用准备厚厚一大碟资料 只要下载手机存放的内容 就能轻松搞定 这些都是全球玻璃大厂康宁公司 预料未来能够实现的新科技 看来科幻小说里头 想象的情境 未来渴望都能一一实现 东森财经新闻中小新 中午军综合报道